俗话说 药补不如食补 在秋冬季恰当选择既美味 而又具有补益身体的食物 才能达到真正养生的效果 然而中医认为 体质不一 食补也各异 不同体质的人 对于食物的需求也有所不同 那么究竟我们应当如何做 才是科学的养生食补呢 最后呢 我在这里再说一下 就是秋冬进补的问题 中国古人呀 也有这样的一句俗语 叫做什么呀 冬季进补 开春大户 什么意思 等你冬天呀 吃的这些滋补品之外 到了开春以后 你才有力气 说春天养羊 是为了秋冬的养阴 是不是 也就是说 春夏是秋冬的基础 现在呢 是秋冬你养好了阴 又是春夏的基础 你只有秋冬啊 怎么样呢 吃滋补啊 温补啊 养好了以后 你到春夏的时候 阳气该生的时候 生 该壮大的时候 才能够壮大 另外啊 大家跟我去想啊 秋冬你看 它是一个收 一个藏 是这样一种态势 所以古人就认为呀 既然是收 藏 收在哪儿了 藏在哪儿了 藏在你人体之内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要给你用一些补药的话 是不是就收藏在自己体内了 所以 滋补之品 温补之品 在什么时候服用最好 古人认为 最佳季节就是什么呀 秋冬日记 这是比较好的 你看啊 现在在河南一些地区 还有这样的习俗还保留下来 所以啊 在这个冬季的时候啊 吃什么呀 熟地黄 有这样的习俗 我们有许多地啊 有这么一个习俗 习惯 叫做什么呀 贴秋边 说入秋了 就应该吃些东西 这就相当于秋冬进步嘛 所以吃了这些东西 人体的正气才能旺 阳气才能旺盛 才能有力量 在这个阴历的12月8号 一般来讲都吃些什么呀 腊巴粥 你看那个腊巴粥里头都是什么东西 什么大米啊 小米啊 糯米啊 什么莲子了 什么桂圆了 花生米了 红枣了 栗子了 这些东西其实大多都是温暖制品的 有地儿有的风俗 把这个腊巴粥还搁点什么呀 搁点羊肉啊 搁点牛肉啊 这类的东西 在冬季 吃一些这些温补的 有营养的食物或者是药物 使它补充人体 变成人体自己的那一部分 除了腊巴粥 很多地方呢 说到冬至呢 还有吃饺子的习惯 说呢 这是呢 一方面呢 是不忘医生张忠景的去寒脚尔汤之恩 另外呢 你看这个饺子里边有什么 有羊肉啊 有桂皮啊 这些东西 也可以是补义人体 去除内涵嘛 所以 这个南洋这边 还有这样的民谣吗 说冬至不端饺子晚 冻掉耳朵没耳管 还有这样的说法呀 另外 有人喜欢吃一些高峰 说入冬以后啊 入秋以后啊 就赶紧找一下大夫 说你给我开点高峰吃吧 那高峰啊 实际上呢 就是 有一些什么呀 滋补性的重要 像什么 党生啦 什么黄旗啦 竹地啦 黄金啦 把一些有滋补的中药嘛 反复兼住 然后把这个汁 给它去了 取汁 然后再反复地蒸发 浓缩 然后再适当地搁一些 像什么 鳄椒啦 鹿角椒啦 或蜂蜜啊 等等 制作成那种 半牛脂的那种剂型 吃怎么吃呢 就拿小勺一款 就来一口吃 或者说 隔温水里再一冲 吃一下 十分方便 但这些高峰 什么时候去做呢 什么时候去用呢 是秋冬 滋补性还是很强的 所以我们说 秋冬进补 这个实际上 你也可以理解为 这是秋冬养阴的 这么一个运用 当然我说啊 秋冬养阴 也是为了 这个春夏养阳 来年的春夏 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首先是从秋冬的景象 开始说起 认为人实际上 也是要顺应这种景象 燕尔皇帝内经也提出来 秋冬养阴的养生法则 那么秋冬养阴的养生法则呢 我们也说了 一方面是要求我们 在秋冬要重视收和藏 当然我说啊 这种重视是方方面面的 包括我们饮食啊 我们起居啊 我们运动啊 我们精神方面啊 等等都应该养收养藏 那么对于一些 气虚的阳虚的 这样的体质的人呢 我们要注意 还要注意 防止阴寒太过 所以又提出来了 应该是以智为阳 这一点也请大家给注意 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 包括上次我所说的啊 春夏养阳和秋冬养阴 实际上 虽然应用方法不太一样 这里我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些运用方法 是根据你人的体质 来去怎么去操作 要根据自己的体质 去选择自己的养生方法 相信我便会吃好